《名報》 語言微調暫緩六年英中有上車無落車 2015年7月4日港文A12主篇推介 《名報》專訊 中學語言微調機制原定明年檢討 因飾零學生數量下跌 部分英文中學因修不足優秀學生 樂園機制要落車開中文班 不過教育局長吳克劍作宣布 為維持學校教學語言穩定 決定暫緩調整 原要落車的英中可保期教育語言安排至2021年 另外修足前列學生的中文中學則可上車加開英文班 即便上有上車無落車 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質疑新措施時政治決定 吳克劍為保教學語言穩定語言微調機制下 學校每六年做一次評估 英文班指標包括過去兩年中一派委獲派前列40%學生比例達到85% 按照機制 各校本應在今年調整教學語言 但升讀公營中學學生人數由2011年的5.28萬減少至2016年的4.3萬 越來越多非前列40%的學生都能擠新英中 即所謂上移錯配 約落實調整會引起部分學校教學語言轉變 早前英文中學聯會調查亦顯示 兩成英中華因收不足前列學生而要開中文班 升中派委下週二放榜 各校介紹將揭曉或派前列學生的比例 吳克劍作宣布 個別學校未必符合前列學生比例的條件 也可暫緩落車 維持其教學語言安排至2011十月學年 以便學校在穩定的語言環境下教學 他由指有關學校需參與教育局提供的教師專業發展和研究 以確保教學效能、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質疑做法是政治決定 僅為避免引致動盪、帶來大量家長和學校的反對 實際上是把大量條件不足的學生納入英語授課之中 出現上移錯配 建令稿 他認為教育局應加強減派、減少每班派委人數 以抵消英中學生人口下降所致的衝擊 葉建源質疑政治決定立法會議員 與民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前主席田北辰譯說 此安排是政治妥協 本港未有條件讓大量學生以英文學習 雖家長與學校都歡迎 但最終受害的是學生 津貼中學議會主席林逸峰校長則對新安排表示歡迎 他指部分學校已積累了經驗 知道如何幫助學生用英文學習 利用學校優勢幫助學生盡早適應英文教學是好事 他又指此安排留了空間級學校自行決定教學語言 相信學校會根據學生能力作出專業決定 未必會出現能力差的學生被迫用英文學習的程度 全葵清區中學校長會主席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校長河滿添認為 英文中學只想車不用落車的決定會引致學生上而錯配 即學生升上一間學習難度超出其能力的學校 例如第二組別學生派到第一組別英中 他認為對鬥心強、不怕困難的學生來說 環境挑戰或許會激發他用後天努力彌補不足 但對一般學生來說 或因與文能力較差 出現較大的學習問題 學者與照顧能力差學生何滿添說 有些學生這方面發展比較慢 本身大學階段才能適應英文教學的 但提前強迫他們適應 出現學習障礙都有可能 中大教育心理學系教授侯傑泰相信教局做法是兩孩取其輕 因大量學校落車也不理學校發展 但他只若學生上而錯配 學生未必適應英文教學 上課聽不懂、功課看不明 也不理其學習 雖英文水平可進步 但其他科目會十分吃力 變成贏條蛋 書文慈 猴傑泰提醒各中學 若知道收取的學生能力較弱 目必在英文方面多下功夫 如多組織英文活動 幫助學生理解學科英文慈悔等 家長亦應密切留意子女的學習 若發現語言是障礙的話 應早替子女尋求支援 若努力過都洩徒勞 則應認真考慮轉讀中文班或中文學校 一 Roma 請問 請問